你好,我是库伦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咱们要聊一位活佛,这位活佛的身份比较特殊 在我心里,这位活佛也是一位民族英雄 就像咱们前一番讲的那位骨骼王朝的杰出领袖伊西沃一样 那么说这位活佛也是像伊西沃一样舍身忘死的维护了灵统完整吗? 那倒不是爱国呀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爱国到了极致,他就可以成为民族英雄 并且这位活佛的身份更为特殊 他是一位女性活佛 他就是十二世桑顶多吉帕姆,德勋取真多吉帕姆女活佛 咱们在聊这个十二世桑顶活佛以前 咱们先要交代一下这西藏的女活佛系统 当然了,老听伙都知道我的毛病 咱们小支小派的就不讲了 咱们剪大个的来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女活佛系统啊 就是这个女活佛供日卡着马传承 这位女活佛呀,她在这个京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县甘家乡境内的白石崖寺 应该是至今还有传承 现在应该是六世 为什么我说是应该呢?不确定呢? 因为在政务网上啊 我没有查到第六世这女活佛呀 一九三几年出生 现在健在不健在呀 我也不太清楚 我查的资料说这八十年代呀 她还在献圣邪任职 现在老人家还在不在 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呢,去查政务网 这个活佛系呀,有没有转世 还存不存在 也没有查到 这个系统瘫痪了 不知道为什么 咱们先聊聊这系活佛是怎么来的 第一是这贡日卡卓玛呀 那名字叫做洛桑曲忠 是个康巴人 他虽然是个女修行者呀 但是他是个绝藏派 什么叫绝藏派呢? 就是在这个藏区呀 拿把铲子四处挖 什么康藏也好啊 这个卫藏也罢 包括这安多藏区一顿挖 他挖什么呢? 他们找啊 当年莲花生大师留下来的浮躁 那么说这莲花生大师 到底留没留下浮藏呢 我个人觉得即便有也非常少 您想只大师一个人埋 能埋下多少钱 可是为什么能挖到那么多呢? 其实啊 跟历史上啊 这个西藏两次灭佛有关系 这藏族人本身他信佛 他灭佛的时候 对这些法器呀 他也比较的温和 很少有损坏 有的呀丢在河里 有的呢就给埋了 那些僧众们 为了保护这些法器经书呢 也是偷偷的找一个境地 把这些东西先藏起来 也就是埋了 这一点呀 您可以看看 这个在大昭寺所供奉的文中公主 戴金藏区的释迦摩尼 十二岁等身相 被埋过多少回 您就清楚了 关键是啊 这藏族他又有这个莲花生大师 埋伏藏的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说大家刨出来的这些发器经书啊 就都被称之为浮藏 那么同一时期的呢 大家就认为这是真浮藏 他不是同一时期的 或者有人干脆呀 就是作假 先埋后挖的那种啊 就被人称为伟浮藏 第一世的供日卡卓玛女活佛呀 一生致力于挖浮藏 一呢是没有根基 二呢这性别可能多少的 有所受歧视 所以说呢 经常被人讽刺啊 说他挖出来的浮藏啊 全是伪浮藏 直到后来呀 在青海的铜仁县 叫邪寺的地方 他挖出来这个寿水宝瓶之后 大家才对他呀有所认可 于是呢 就在这个甘南藏族自治区的 夏河县的甘家乡 他创建了白石崖寺 从此啊 这白石崖寺就成为 历代供日卡卓玛女活佛的住息地 现在呀 已传至六世 仍然有传承 第二个女活佛体系呢 就是这个香塞 结尊 仁波齐 女活佛体系 这一世啊 您也不能说 它是女活佛体系 因为第二世呢 就转世成男童了 第一世 香塞 结尊 仁波齐 名字叫做呀 仁增 取央 桑姆 好 这活佛呀 这寿数可不巧 1853年出生 1951年过世 活了整整小一百 她和其他的活佛不一样 她不是天生仁波妾 她是通过自己的修习 有了大成就之后 才被认定为活佛的 不过呢 这个女活佛呀 1951年3月13日 与世长辞以后 享年98岁 再选出来的二世 是位男童 叫做香塞仁波妾 多榨 多结惹丹 那也是新中国了 就遵从啊 这位男童的意见 当然肯定是家人的意见了 这位男童啊 就在家休息 以这个年纪幼小为借口啊 就不住室 然后呢 就跟普通的小孩一样 小学中学高中到大学 大学呢 是念的这个西藏大学的藏语系 然后就参加工作 一直在这个西藏人民广播电台 从事编辑和翻译工作 当然了 作为活佛呀 在宗教日啊 他也得到这个香塞寺 去主持佛教活动 以及一系列的法会 那么现在算起来呢 这五一年 这位活佛转世 他现在年纪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呢 再转不转 下一世 咱们也不清楚 行了 几句话带过这两系活佛呀 咱们要说说 咱们今天要主要讲的这一系了 这一系女活佛呀 就是多结帕姆女活佛传承系统 那这系统可厉害了 这位活佛呀 那是国家认可的大糊涂刻涂 这香巴嘎举派呀 这以南部林为中心 传承了七代以后啊 就分成了两支 其成一支 就是现在所留下的香巴嘎举 主座寺庙啊 在这个杨卓庸错附近 这叫桑鼎寺 是正经的大派系里 唯一的一位 由女活佛主持的寺院 咱们在这呢 还得说一件好人好事 这香巴嘎举派 还出了一位有名的大师 叫做汤东捷步 这位大师可牛了 干的是实事 您现在去藏地看到的 很多大疆大和尚修建的铁索桥啊 都是这位大师主持修造的 那什么叫功德呀 我认为这就叫功德 细心的听话啊 我觉得这会儿应该已经醒枪了 其实啊 这多杰帕姆女活佛呀 在咱们的书馆里 可不是第一次露面了 曾经有一期 她闪亮登场过 哪一期呢 就是咱们讲这个整个二韩国中间 不是说了时期这个佛佛转世吗 其中有这么一段书啊 是说关于这个六世班禅的财物啊 被他的亲兄弟 红帽子嘎举下马巴 联合那个尼泊尔人抢跑了的故事 这乾隆皇帝闻之震怒啊 派福安安 当然就把这些东西啊 抢回来了 这尼泊尔啊 和大清朝的军事实力 看样子差的还是不少 但是在这期间 这乾隆皇帝惊奇的发现啊 这六世班禅他们家啊 有问题 这一家子呀 出了四位活佛 六世班禅和红帽子嘎举下马巴 是亲兄弟 日喀泽扎尸路波寺的管家活佛 也是他们的亲兄弟 基本上说法啊 是同父一母 或者是同母一父 但是就在血缘关系上啊 他就是熏兄弟 那这一算起来呢 这乾隆皇帝想了 那完全是因为亲兄弟分赃不均打起来了 还引来了外来侵略 不光如此啊 香巴嘎举派桑顶寺的这位女活佛多吉帕摩 那位啊 是巴士多吉帕摩 名字还挺绕嘴 叫做格桑雀丹德亲望摩 是这六世班禅的老妹妹 也就是说 也是那两位活佛的老妹妹 并且啊 由六世班禅亲自灌顶 迎至桑顶寺做了这位女活佛 这还不算完呢 当时应该是巴士达赖 这巴士达赖也是六世班禅家的亲亲 乾隆皇帝掰开手指头一算呢 就差脱袜子了 哎呀 这藏区的活佛都成他们家子了 那这么一来 这活佛转世系统不就成笑话了吗 于是这乾隆皇帝一气之下 才生出了这个 这个金瓶撤迁的活佛准世办法 当然了 也有一个说法说呀 这个巴士多吉帕姆女活佛呀 并不是六世班禅的妹妹 而是侄女 哎 其实这不一样吗 还是应了乾隆皇帝那句话 这帅出一族不是 那有人就说了 哎 这个说书的你 这前后书啊 你说矛盾了 怎么的 你不是说了吗 当年啊 哲尊丹巴活佛准世 吐谢吐喊指着自己 媳妇的肚子说 这里边就是小折不尊丹巴 哎 就是下一世的活佛呀 哎 最后呢 生了个女孩 成了笑话了 哎 这不一样 这折不尊丹巴呀 转世必转男童 因为他的本尊 那就是个男性神 可是多吉帕姆不一样 这多吉帕姆是谁的化身呢 是金刚骇姆的化身 是藏传佛教密宗修持的母体本尊之一 他以这个身与异业等化身 出现在青藏高原 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 这女活佛多吉帕姆 就是这金刚骇姆的化身之一 所以说他本来就应该是个女性 在这儿啊 女活佛不是笑话 不但不是笑话 这女活佛丧吉帕姆啊 那是有很高的修为的 班禅俄尔德尼 一是阔诸杰 就向这个女活佛求教过佛法教义 不但如此这皇教祖师宗喀巴 也向这女活佛请教过 您想想啊 人家这一系活佛修行 晓得了吗 不但如此啊 这藏区还流传着一个 让人非常惊恶的故事 就是这个多吉帕姆女活佛呀 曾经显过圣 那还是这个七世女活佛多吉帕姆的时期 这位女活佛的名字呀 叫雀卓旺姆 她正生活在藏准战争时期 据这个藏族史料记载 准战尔韩国的军队 在雪域高原各大寺院 是肆意的抢夺焚毁寺院 准战尔的一员大将就刺亡热丹 就入侵了桑顶寺 在这群蒙古兵啊 在山下集结准备攻山的时候 这位女活佛就对自己的这个信众 以及寺内的喇嘛说呀 你们呀从地道先走 这有我一个人就行了 于是这位女活佛就自己 留在了白宫的寝宫当中啊 盘腿打坐入定 当这个贼兵突破庙门 这一时刻呀 突然就见到一只凶猛的野猪 浑身燃烧着熊熊烈火 从大殿中冲了出来 吓得这帮准战尔韩国的士兵 赶忙就跑到了护法殿 到护法殿一看更了不得了 这橡皮天神呢 口喷鲜血汇流成海啊 这帮兵一看的吓坏了 赶紧的把随身携载的刀枪盔甲 一共三百多件就供在了寺庙当中 不敢动了 宿身就撤去了山坡 在这个山脚下集体磕头蒙事 以后啊再也不敢进这个桑顶寺了 并且呀 把这个从杨卓地区搜集抢夺来的各种寺庙法器 通通就供养在了桑顶寺 这个故事在藏区是广为的流传 从此啊这桑顶寺名声大振 接下来啊咱们就聊聊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就是现在啊还健在的第十二世多吉帕姆 桑顶多吉帕姆得庆取真 1946年五岁的得庆取真就成了十二世多吉帕姆 那过程很简单 这个寻访小组到他们家以后啊 拿出这十一世女活佛的东西让他认 结果这位女童啊全都认的 所以啊就选定他为这个下一任的女活佛 转过年来这达赖喇嘛亲自为其灌顶 西藏的嘎夏政府批准 并且啊给了他配置了僧官护驾 一直就给这位小女活佛从拉萨送到了桑顶寺 到了桑顶寺之后他才发现啊哎呦原来桑顶寺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有僧人七十多名 广庄园就八个牧场八个 从第一位女活佛到他呀已经是第十二世了 那当然剩下的日子呀就是女活佛潜心的修行嘛 我看过一篇报道啊一位记者采访过女活佛 女活佛说呀她从小修炼一种秘法器工啊 专门连热气到冬天穿再单薄的衣服也布局的冷 说这种秘法呀是桑顶寺独门有的 哎实际上这就属于这位记者实在是没什么文化 实际上咱们书馆的老听伙都应该知道 这是修习大手印之前的基本功叫着火定 当然不是他们桑顶寺的独门绝技了 那您算时间呢很快就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夕了 这谣言呢也刮到了桑顶寺 去传说说这红汉人呢那当然了指的就是解放军了 说呀吃人共产党啊要杀了所有的活佛和喇嘛 突然就有一天呢这桑顶寺门口来了四位解放军 说见女活佛这个桑顶多吉帕姆啊 心里边也是非常的惊恐 哎可是呢见到这些解放军一看呢 这些解放军很和蔼 还向这个女活佛进献了哈达 是邀请他呀到浪卡子县去看电影的 到了55年的时候还受邀到了北京 哎这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还问他呀说你多大了 这个女活佛说我十四 主席又问说你的寺庙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我在浪卡子县的这个桑顶地方 这会儿啊这朱德总司令就把话接过来了 说是在杨卓庸湖附近吗 这一下子女活佛非常的感动 哎这个朱总司令竟然知道自己的家乡 这主席还亲切的问候我 哎这简直是太大的荣誉了 从北京回到了桑顶寺之后的女活佛当然是对民族融合 以及民族安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直到1958年 西藏发生叛乱 这个叛乱分子就把女活佛一家呀连捆带网裹挟出了国 先到尼泊尔啊又到印度 这跟随女活佛一起的只有他四位亲人 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姐姐和姐夫 终于通过不断的努力女活佛联系到了诸印度的中国使馆 不敢走正常的航班航线绕到了这个阿富汗 从阿富汗又到苏联 这才辗转回到了祖国 据说在北京一下飞机 这女活佛就跪在了地下 因为她始终渴望回到祖国 这才是孕育她的土地 她介绍了记者的采访的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没有祖国没有代理处没有大使馆 我根本就回不来祖国 还在印度逃亡 继续的被分裂主义分子胁迫 可是作为宗教人士的她呀 谁也没躲过那场豪杰 女活佛被迫还俗 并且挨了斗争 在这期间还被迫嫁给了一位藏族工人 后来平反之后啊 离婚了 然后又再婚 这女活佛呢就再也没出家 但是呢 藏顶寺的这个所有法会 还是有女活佛主师 就像这个时事班禅大师一样 时事班禅大师结婚以后 也表示自己还俗 但是呢 她还是这藏传佛教 乃至中国佛教界的领袖 关于浩劫当中 这活佛受了的罪呀 咱们在这儿不细讲 因为我怕过不了审 您想去吧 这活佛呀 本身是宗教人士 并且又是一名女性 那在当年这个灭法时期 也受到的屈辱啊 那就不堪想象了 后来呢 这个平反以后啊 这个活佛也担任了不少的职务 曾任这个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中华佛协会常务理事 及西藏分会副会长等职务 现在呢 仍然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全国妇联副主任 兼副主任啊 活佛忙着呢 没有功夫啊细致的去管这个女尚环 男结扎的事 并且是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 十一世班禅 俄泽尼也经常的去三顶四去看望女活佛 得嘞 祝他老人家长寿 今天的故事啊 咱就讲到这 您要是对这位女活佛感兴趣啊 好像有这么一部电影 您可去看看 大差不差 八九不离十吧 得嘞 今儿天不早 咱就到这 咱明儿见 咱ку 咱 Orbis